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访问的人有点特别 你是说那个 狮子小猫猫的吗 访问的是他吗 你好 他的主人 今天访问是Derek 流浪狗中心创办人 统一又认识了对吗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无敌忙的人 他就会到处去救不同的流浪动物 哪一个组织的 他的名称 Vices for Animals VFA 对 你懂他们救的方法是那种 就是说有些是他自己会知道 大概哪里有流浪动物出没 然后有些是人家如果看到什么 或者是知道有动物受虐待的话 人家会打给他 可是我觉得他做的比较特别一点 是他的那个领养的方式蛮有制度的 就是说不是谁来他就可以让你领养 是他必须要先跟这个人讨论过 然后了解说这个人的家庭成员 要看他们的背景等等 因为他好像也是那种小时候 没有问过爸爸妈妈 然后硬一把口带回家的那种人 可是这个怕我不是很确定 等一下又问他 我访他过几次了 基本上谈的都是他的工作 我很少问过他个人的事情 所以 他也是很多背景啦 就是他有 有些问题 跟法律 然后他也当过警察 所以他有几岁 所以他几岁也一定 我本来还笑说 你凭什么来上年轻人节目 所以他今天是 我以为他40 有没有 他还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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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除了流浪动物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 对吧 如果你问我的话 在这十多年我们在拯救动物 看到那些被遗弃的动物 的情况通常比较糟的 通常都是从屋子 住家出来的 你有听过他小时候的故事 有 人家都说他很经常迟出事的 可是他现在在跟我们讲 他小时候怎么长大 叫阿姨快点 好的 没礼貌 对 所以我从小就 爸爸是做建筑工人 然后 那种 所以 每次去他工地 然后他讲没有养狗 就去他工地跟狗玩 我很喜欢去就是 周末的时候就是 他会载我去到 博客中心 他就会叫我去 他就给我一个纸袋 你去跟那些卖鸡饭 叔叔拿骨头鸡骨 鸡头这些 然后我就说叔叔 拿鸡头鸡骨 他们就送给我 然后拿回去 就是回去那种建筑工厂 就是为他们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我爸爸就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爸爸跟他绑着 他的一条 拿一条红色的线 跟他绑着就跟他讲 这个狗是住我们 所以那时候繁殖的很多 然后有一天我就是 碰到有一个活动 十三十四岁的 就跟那个SBCA的人说 我在这边 我们一直去喂狗 然后看到 那个狗一直在繁殖 然后怎么办呢 那个SBCA就跟我讲 我给你十张套户 你可以抓到十只狗 传下去 我们就帮你解证 然后你放回去 当那天我去跟爸爸 就去抓狗了 每只狗就 抓到了 因为他们的狗很友善 因为我们也是被他们都认识 然后就跟他抓 所以你所谓的抓 就是一只两只哄过来 带上车 没有 我可以抱的 可以抓他们的 所以就抱了就上来就走 就丢到十只 然后我们就送去SBCA 那个时候就淹了十只狗 然后它继续走 就是一直这样 然后从那里 我的第一只狗就在我 十四还是十五岁的时候 有一天我就在那种 以前就是说 就是有卖动物的 然后我就去看了 然后我就看 找到一个有人在卖狗 然后我就 因为我以前就不可以把狗 然后我就看了 它是住在Tampanese 所以我从Bukipato 从Bukipato 到Bukipato 到Tampanese 你们两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多 然后到那边了 我下午到那边 然后就跟那个狗有接触 跟那个主持人 跟他说我很关心 我觉得售价 我价值$250 在那边等下 我就打电话 跟我爸爸讲 我爸爸在做工 他讲不要烦他 我就好 不用紧 我就跟那个售价说 我爸爸还不可以下来 然后就在他家玩了 玩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了 已经到晚上了 我就打给我爸爸 我讲 爹地你可以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狗 你可以现在买给我吗 他讲不要不要 妈咪一定骂你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养狗 然后一分钟后 然后我就打去了 妈咪想真的是不要买了 好 不可以买 然后我就跟他说 好 我在这边等 我给你那个地址 你拿那个band先抄下来 把那个band抄下来 然后他就说 做什么呢 我给你那个地址 你看咯 你要来接 我们一起接回家 不然我就在那边等你 等到你了 你准备在那里跟他过夜 对 我就跟他讲 就是用这个阻力 就是耍狠的 真的 耍狠的 你不要来 小朋友怎么回事 对 那时候 就是要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 爸爸就跑下来 然后就还了那个250 我就带回去 他讲我没有跟妈咪讲 你自己跟妈咪讲 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都没有管妈咪 就一直焦点 然后我的妈咪 他就是念 念到 最后 他还是给他 然后养了那个狗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旅程 然后那个时候养狗了 然后妈咪就讲 好 觉得他养狗 他会变比较乖一点点 因为晚上一直跑出去 不然以前晚上就是 跑去我朋友那种 蜜蜜蜜蜜蜜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做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然后妈咪就比较担心一点 然后养了这个狗了 其实八九点就在家了 因为你知道家里 有只狗狗在等你 就是在等了 然后就是有时候到十点了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住七楼 然后我们每次在楼下玩的时候 我妈咪就说 你还不要回来 我就把狗丢下去了 好 就跑回来 平时是连电话都不打的 就是出去早上才回来 然后现在就是 妈咪 我跟ABC出去可以吗 你去 明天早上你回来 吃咖喱狗肉 妈妈就会每次用这个 你妈对你是发狠的 发狠的 可是你那个时候惹过的事情 也不少吧 超多 你惹过最大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打架吧 是不是算打架 打得很严重吗 没有 就是 基本上是用心裁 然后警察来就跑掉 腿断吃累的而已 他们那边发生的东西 之前发生我已经跑掉了 因为警察到了 他们打了我就跑了 结果 然后我的朋友被抓 然后我朋友被抓了 被带进警察局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知道我一定是 警察挺狠的 然后不懂怎样 把它 出来 他就把我的名字 出来 然后那个警察就来我家 来找我了 对啊 然后我就刚好在家 然后我妈妈就看到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 然后在那边不懂 就像常常 妈妈看到儿子被抓了 在那边哭 哭了 然后在走下去的时候 那个警察就把我带下去的时候 然后放在警察车的时候 然后我爸爸就放工 刚刚好他停他的车 他就看到 为什么这样多警察 然后又有 有他的儿子在警察车 所以看过去 看到我 然后他就问 那个警察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就跟他讲 就是有案子 然后打架这些 然后爸爸就是 买了晚餐给我吃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悲惨 他就拿了那个晚餐 然后那个警察 我们要走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饭给警察吃 跟他讲 这个是他的晚餐 他没有吃晚餐 你等一下你记得给他吃 我那个时候听了就 对 对 然后我就知道 进去 不好玩 对吧 我太可怕了 真的 就吓到一下子 真的吓到 也好 是一个当时该得到的教训 其实不是那个吓到的东西 把我这样拉回来 一定是看到那个画面就是 父亲和母亲在哭 然后父亲很惊讶 我买晚餐回来给你吃的时候 谁知道你回来 你给我看到就是你被抓紧警察去 然后之后 现在 什么会发生 十五六岁是不是一个 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如果说你在那个时候 行差踏错 然后从此你踏上 另外一条路了以后 就完了吧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在全世界 不只是新加坡 十五十六岁就是他们有研究过 是最叛逆的时候 所以其实不管你是好孩子 坏孩子 你就是会叛逆 一定 可是是那个程度 看你偏向哪里 有些就是偏向太极端的那种 可能就说不回来了 可是我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真的是跟法律擦肩而过 或者是真的有正式的案底的话 对于这个孩子这一辈子来讲 会不会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其实我们讲刑事法律这一方面 可能就不会了 我们讲说最严重的可能就是 把你被判入少年改化院 或者是讲说判你缓刑 长达三年还是怎么样 可能假如要带一个脚鸡还是怎么样 所以就可能在你的中学 在你的社交的圈围 可能被人家排斥 因为人家讲 为什么你的脚带脚鸡这样 Bager 他们叫Bager 你当时有那么严重吗 没有 但是那时候 其实你在那个叛逆间的时候 然后带那个圈团 其实是个学生 在那个团队 你是个有姿态的 这是一个认识的 对 然后你去小学生 当你从小学生 人家会觉得 这个地方去小学生 很好的 那你呢 那个时候 我是在最低级的 那个叛逆 最坏蛋的最低级 那时大概几岁的时候 应该时候是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 在最年轻人最叛逆的时候 对 十五十六岁左右 那个时候我真的超 我跟你讲 我觉得以前我小时候 我很多朋友 我打去他家 哈啰 阿姨 我可以 谁在家吗 你不要再打来 人家要读书的 他没有空 好 然后那时候 已经被人家排斥了 自从我拯救动物了 然后就是上报纸 人家就知道我开始救动物 然后阿姨就会跟我说 家欣 你救了很多动物 人真好 然后我就会跟她说 阿姨以前小时候 我打给你儿子 叫他出来 你都不要跟我出去了 现在你就讲我很乖了 我就 没有 所以 所以 当时他们的孩子读书 你有没有读书 没有 真的没有 PSL1那种107的 你有没有朋友是107 就是我 我没有考过PSL1 我不知道 然后就去中学 这个应该是普通科技 普通科技 中学之后呢 中学之后我去智商 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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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我认识 上面真的有保佑 然后他们就把我派去 保护公司 保护公司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实际上 我真的喜欢 读书 读书 我一直想去读 读书 然后我就去读 那时候我就进行警察 然后就一直读 读书 然后要明白这些东西 然后就变成很有心 然后知道 我实际上我会有麻烦 然后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 然后我就觉得 我现在不知道要做什么 出来了 所以他们有选择 让你实际上 成为警察 然后我就尝试 然后我就尝试 然后从那里 就被绑了 就是变得很耐烦 变得很耐烦 因为它是在 市场上 1900年 因为我没有 完成 所以我没有 所以我根据 我根据 然后从那里 我就去 我在 服务 那时候就开跳 然后我就开始 去报名读书 然后去做 那个 在 去报名评书 然后就拿到 高级书 然后我就去做 训练书 然后就做 预约书 就慢慢地 就是从那边 才 才上去 那时你已经认识了 但同时他读业校 对 早上做工 晚上去读书 你那时候是在警犬部队吗 对 巧合的吗 还是你选择要去的 我选择 我去选择 因为那时候 他们有来一个 会来的警犬部队 就会派那些 哇 警犬 就这样 可以拉着警犬走进去 走着这个地方 是个很光荣的东西 我非常愿意 而且你又喜欢狗吗 对 所以我就想 这个东西我超喜欢 然后谁知道我 其实选择 然后我就 哇 超开心 我认为有几百个人 我认为只有十 那个组织有十一个人 我认为是一位幸运 然后给我进去 警察 然后给我一个选择 去跟警察 然后从那儿 我那个时候 就是比较 就要继续一点 就是要继续警察 然后从那儿 因为警察 你必须要知道 法律 和什么 不需要避免 人员 不需要避免 人员 对 这个会影响你 然后我读到 学习 医生理 但我其实没有继续 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 我已经剩最后两个组织了 但我其实失败了 那个时候 我认为是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那个时候我没有继续 然后我就离开了 我挺幸运 在警察部队的时候 我是他们的 所谓的 不是真正的 但因为他们 送我去很多组织 所以我 在医生医院 去学很多东西 你接下来还有没有 特别想要完成的目标 我觉得就是要把动物 可以把他们 发扬成 another level 就是 人家看他们不是 一只狗 一只猫 还是一个什么什么 然后他们会更加尊重 他们会比较尊心他们 啦